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枯无不详 古时候,一个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,由于年代久远,已经干枯了 邻居的老人见他家院子里的梧桐树都枯了很长时间,便告诉他,说 梧桐树枯萎是不详之招,应当赶快发掉 这人听后,觉得很有道理,回家立刻把树发了 邻居的老人又想把树要去当柴烧 这人很不高兴,说,邻居的老人原来就是想要把梧桐树当柴烧,才叫我把树发了 和我做邻居竟然这样,这人是多自私,多阴险啊 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给别人出主意,要求别人做什么 怎么做,必然会招致别人的反感